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意下之难忘的你》 第83至84集,我怀孕了 在路易强烈要求之下,今夏请了一周的假在家休息 等一周复查没有太大问题之后 继续回去上班,不过怀孕的事情 她还是暂时没有告诉身边的同事 只说是身体突发不适,需要休息 今夏从医院出来之后 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问题 能吃能睡,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怀孕了 她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孕早期会反胃恶心 她完全没有 路易接她回家之后,给元朗和老颜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晚上来家里吃饭 怀孕这件事,她思来想去还是先和元朗说 路易,晚上我有事,就不去你家吃饭了 老颜正好有个聚会 反正路易随时能见 不行,今晚你必须来 路易知道 若是老颜不在,她的小命必将不保 你烦不烦 我们天天见 我这位朋友难得从国外回来 我们好几年没见了 那你明天再约好不好 我给你们买单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爸那瓶十年茅台吗 我做主送你了 今晚你来我家,把他拿走好不好 路易哀求道,你可是我哥哥呀 老颜听出了几分意味 你和今夏怎么了 你这是不敢单独面对元朗 怕你这未来的大舅子 收拾你是吗 我和今夏很好,就是太好了 路易越说越心虚 然后老实交代 今夏怀孕了,老颜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晚上他不去也得去了 总不能真的看着自己的弟弟挨揍 你等着吧 元朗那暴脾气,绝对饶不了你 他之前和我说 劝过你们好好考虑 到底要不要在一起 结果你们,那你晚上到底来不来 路易问道 去,不去能行吗 老颜浮额,这一天天的 自家堂地谈的恋爱 他倒是跟着操了不少心 做了好几回说客 和老朋友又不能不见面 只能匆忙改成中午 路易心里紧张 也没心思做饭 就让酒店那边送了一桌菜过来 等元朗和老颜来家里的时候 路易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今夏呢 元朗一进屋就没有看到今夏 他还在睡觉 路易隐晦地说道 他最近总犯困 今夏呀 从小到大就喜欢睡觉 小时候上学总迟到 叫他起床上学 他还要发脾气 我爸爸没办法 又宝贝得紧 就跑去学校和老师说 我家女儿不上早自修了 要在家睡觉 元朗乐呵呵地说道 全然不知 路易的脸色有异 今夏在家 就是宠到大的 老颜笑着说道 那是啊 你没见过今夏 小时候的样子 洋娃娃似的 又可爱又聪明 我小学就被送到寄宿学校 今夏念到高中 我爸妈还早晚接送 生怕他在路上遇到坏人 元朗说的这些 路易早就知道 那时他去郊外写生 元朗还陪着一起去 他也跟着去过好几次 但是这次听 又是别样的情绪了 他特别忐忑 老颜看出了路易的心思 对元朗说道 元朗啊 虽然路易比不上你的家人 那么疼爱今夏 但是这些年 他也为今夏付出了很多 他对今夏有多好 我们这些做兄弟的 都看在眼里 今晚他请我们吃饭 也是看中我们之间的情谊 想和你说说他和今夏的事 路易 你和今夏考虑好了 真的要恋爱 元朗的频道 还停留在恋爱阶段 你真的要去见我父母 你想好了 我爸妈那一关 可没那么好过 我爸妈那么宝贝女儿 我妈妈总说 女孩子不能太早嫁人 更不能太早生孩子 要好好享受生活 认真工作 多见见试面 这一句 不能太早生孩子 砸在了路易的心上 他终于明白 为何今夏知道 自己怀孕会那么大的反应 那么抗拒这件事 就是因为 他的妈妈经常 在他耳边念叨 换位思考 他也是要做爸爸的人了 如果以后生的是女儿 他都不敢想自己女儿以后 嫁人生子的场面 元朗 那个我们先吃饭 菜凉了 老言打着圆场 元朗终于看出了不对劲 拉着路易的手腕 你和金夏到底什么打算 还是说 你决定不继续了 如果不继续也没事 你直接说就好 金夏又不是非你不可 我们的关系 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我非他不可 元朗 路易说道 那你们真的要继续 不仅仅是继续 我准备和他结婚 元朗失笑 金夏才几岁啊 他肯定不想结婚的 如果你是想让我帮你劝他 和你结婚 我是不会帮你劝的 我不是让你劝他 而是想让你 帮我劝劝你的父母 让他们同意 金夏嫁给我 路易认真的说道 元朗沉默片刻 那你再等五年吧 我爸妈说了 金夏三十岁结婚 还来得及 五年 路易吸了一口冷气 那他孩子都要四岁了 怎么等 元朗又继续说道 如果你等不到五年也没事 早点说清楚 便可 金夏绝对不会缠着你不放 你是想要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 很显然 金夏做不到 他不是那种 能被困在婚姻生活 围着老公转的女人 我不用他围着我转 我围着他就好 路易已经心冷了大半 元朗竟然还觉得他们 可以分手 但是路易根本就不会放手 这辈子都不会了 呵呵 路易 你是心疯了吧 非要我把话说那么明白吗 元朗笑道 我也不反对你们恋爱了 先谈这不好吗 多谈几年 熟悉彼此的脾气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 更两家的事 要谨慎 老爷默默给元朗倒了一杯酒 三人正聊着天 金夏从房间出来了 他穿着宽松的外套 扎着马尾 对元朗说道 哥哥 老爷你们来了 元朗见他是从路易的卧室出来 他没有想到 两人的关系进展这么快了 但又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问道 你这几天没休息好吗 怎么这个时间点还在睡觉 我就是困了 金夏胡乱说着 路易拉着他的手坐下 他特意点了一盅燕窝粥 还放在锅里热着 起身端给金夏 你先把这个喝了 元朗见路易对金夏小心翼翼 呵护备智 便也没多说什么 如果金夏真的决定了 那父母那边 他会帮忙说通 只要两人真心喜欢 他想 爸妈也是 能接受金夏的 四人说着闲话 吃着菜 元朗被老爷拉着 喝了好几杯酒 老爷 你怎么一直和我喝啊 怎么不和路易喝 他要照顾金夏 不能喝酒 老爷说道 金夏哪里不舒服吗 要路易照顾 他看向金夏 也没瞧出他哪里不对劲 金夏迟疑了一会儿 才慢慢说道 哥哥 有件事我想和你说 这个周末 你能不能陪我和路易回趟家 周末可以啊 路易刚才已经和我说了 如果你们真的决定恋爱 我只能支持你们了 哥 我和路易不是恋爱 是结婚 你们这么着急做什么 元朗不解 因为我怀孕了 惊吓坦白 啊 元朗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怀孕了 元朗立马站了起来 手中还拿着筷子 狠狠朝路易砸去 路易也没躲 直接砸到了他的手臂上 路易 你和我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忘了 我和你说过什么 他直接气懵了 哥 你别生气 金夏说道 他搂住路易的胳膊 我和路易是真心喜欢 虽然孩子来得很意外 但我们还是决定生下来 他都还有一点 别忘了 你帮我 我都会给你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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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帮我